诸佛正法众众尊,直至菩提我归宜,我已所行四等善,为力众生愿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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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上次我们大概我们课颂本应完的,所以大家如果没有的话呢, 大家可以如果需要可以在这边借用也可以,或者如果想要带回家也可以。 和我们想说,慢慢慢慢慢慢会把这边的几个重要的课颂, 或者几个比较重要的寄颂文跟大家介绍。 我们第一个是首先介绍在三主要道嘛,因为就像尊者答案嘛, 他自己也说了,有些地方他怎么思维在一个早上, 但是大家是不是我还记得我们在这一堂课有人问说, 那我们大概一天的修持,是要怎么升起吗?或者我们要怎么样培养说, 多培养菩提心,我们是不是说一天的主要是说是他一天的动机嘛, 一天把他先如果有提一个强烈的,有一个坚固的,这样子的一个动机吧, 他整天就可以有这个余温存在。所以尊者也自己讲过,他就说, 如果要去思维像普吉道次第设颂啊,有一点长,有一点比较, 要马上思维没那么容易。所以他第一个是说什么呢? 他早上灌洗完毕之后,清醒了,就第一个思维什么是, 特有功德之本颂,去把整个道之地,就整一个把它在内心中献起来一次之后呢? 还特别在方便的时候呢,有关方便或菩提心,是去意念什么呢? 意念去说修行八级,如果去意念起空正见或空现这边的话呢? 就依什么?就是依我们这边所做的三主要道为主。 所以这个来讲,一一一去培行说,自己一天可以对,不只是整个道之地啊, 也对方便、智慧都有一个理解。 所以我们想说,先介绍三主要道之后,可能我们去介绍像功德之本啊, 修行八级啊,还有在一些这些的,或者道之地设颂等这个作为一个介绍之后呢? 我说,那我们大概还会再准备,你可以拿来啊? 对啊,没事。我看你这样走来走去,所以我想说就拿来。 那我说,我们之后,这个有一个对整个道之地,以及对方便、智慧有一个整体的理解或整体的献出来之后呢?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要介绍了略论的后面的圣摩他跟毗佛圣娜的修辞。 想说是这边的。 好,那我记得我们上次的介绍应该是在这边。 大家如果有看到我们这边的45页,45页的话呢? 我们已经介绍了从《敬礼至尊》、《诸丧丝》、《一切佛与心药意》这一季,跟《比不贪拙》、《轮回乐》这一季呢? 我们已经介绍前面的这三个地方了。 那如果我们以整个道之地来讲的话呢? 大家如果说《敬礼至尊》、《诸丧丝》、《诸丧丝》、《诸丧丝》在这边的话呢? 就是在介绍说道之根本为一之三之四。 而《一切佛与心药意》这个季宋呢是在介绍说法书圣。 而《彼不贪拙》、《轮回乐》、《卫令侠满》、《不空过》。 这一个季呢就是在讲说应如何讲说之鬼里嘛。 所以等于说,虽然看起来就是简单的两个季宋呢? 但是前面的我们以依着《诗丧丝》、《诗丽广论》的课判来算的话呢? 应该是说我们道前基础在这两个季宋就已经介绍完毕了。 而我们今天准备要开始是介绍说应如何引导学徒之次第嘛。 应如何引导学徒之次第呢? 在这边又可以分为说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夏世道、中世道、上世道。 而在夏世道跟中世道的共同或者所谓共中世道这边呢? 我们先是怎么呢?是准备介绍出离心。 所以在这边出离心它是分三个寄宋 也是说分三个科判去介绍出离心 就是说生起出离心的原因、生起出离心的方法 跟生起出离心之量 这三个来做的时候呢? 那第一个就是说 第一个寄宋我们这边讲是说 生起出离心的原因为何? 那就是我们这边的第三个寄宋就说 这边来讲的话呢 它准备就开始要介绍了 说为什么要生起出离心的原因为何呢? 就是说如果真的自己想要说脱离轮回 或者想要从轮回脱离的话呢? 首先是什么?首先要生起什么呢? 首先是想要脱离轮回的心的啊? 而如果没有生起想要脱离轮回的心吗? 或者如果没有想要获得泄脱嘛? 就是脱离脱离什么呢? 脱离轮回嘛? 也就是希求泄脱的 如果这个希求泄脱的心 没有生起 还有眷恋 还有贪着 与轮回等这些来讲的话呢? 那就再怎么样的方便 再怎么样的大法 再怎么样的思维 再做的什么东西来讲的话呢? 那也都没有办法 也都不会成为说我们可以从轮回 跳脱出来或轮回泄脱的方便呢? 就像说什么的话呢? 他们这边简直就是说 如同像说 如果想要从被束缚的一个监狱啊 真的想要从这个监狱跳脱出来 或处理出来的话呢? 如果还没有生出想要脱离这个地方 也没有努力与它的方便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就不可能从这个监狱 或者这个被束缚的地方脱离吗? 应该是 你看我们想说这么多 嗯 我不知道以前 应该有啦 我说我们 应该有这样的公案吗? 是不是你看我们说 我记得我上次我看了一个报道说 好像以前我们的 租大的 通缉药犯不是以前都送到绿岛吗? 好像是说 没有一个是公开的从绿岛逃回本岛 只有一个好像是说 找不到它的尸体啊 知道它有来发生的一样 可是你看它们的方便 它不是没有想要方法 它们是一直在想说 我哪一天可以从绿岛出来 我要那个方便 它咿咿咿咿的时候呢 才有可能脱离嘛 如果没有的话 更不用说可以有成这个地方处理啊 那同样 真的要想说 获得泄托的话呢 第一个要先看到说 哦 我们在轮回的过患嘛 有了解了轮回的过患 或者这个说 不好之处在哪里呢 如果没有了解轮回的过患的话呢 它是没有办法伸出说 想要獲得泄托 也更不用说 好像努力于獲得泄托的方便了 或者追求它的方法 而那到底来讲的话呢 应该也这样子来讲说 同样如果没有 或者没办法生起脱离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承办它的方便 或者行求它的方便一样呢 如果它的反面来讲 它只要生起一个强烈的 想要脱离 想要从这边来讲而脱离的话呢 是不是自然而然 它就会想要去寻求它的方便嘛 这是毋庸置疑的 说它一定的 就会想要去寻求 这个等等的方法来讲 那还没有生起出离 还没有生起 希求泄托这个心之前呢 那第一个还要先了解说 轮回到底是什么嘛 为什么一定要从这个方便 从应该说轮回这个当中 假设我们不断的在这个轮回当中 轮回的话呢 为什么是被束缚住的 它的过患在哪里 为什么 什么是叫轮回吗 那如果了解这个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会知道说 什么叫轮回的话呢 轮回不是我们这个地方啊 或者我们这个住所啊 我们是不是一直跟大家讲说 像不要说大家 我说我的以前的话 我们会认为轮回好像说 我住的地方这叫轮回啊 或者我的 这个来讲的话 的确 这是一种轮回的 的某一部分 可是这不是我们 真正的把我束缚住嘛 这个地方不是把我束缚在这个地方 我们所谓的轮回是什么呢 是那种不自主的 不断的 不断的在获得 有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叫轮回的 所以呢 在这个轮回当中 我们是有什么被 我们是依着什么而被绑住呢 是不是依着 一夜跟烦恼被绑住于我们 绑住于什么呢 绑住就是我们刚刚那个 有肉的孕体 所以 说好像就是说 反过来说 我们为什么会获得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轮回的果报呢 就是因为这个一夜跟烦恼嘛 这个一夜跟烦恼有产生的时候呢 自然而然它的果报就是说 它我们会被束缚在于 这个有肉的孕体当中的 那 是不是说 不可能就是说片面的去了解嘛 如果只是去除掉 还留在的话呢 它还是会轮回当中嘛 就像我们说 我们去看病的时候呢 是不是有时候说 你的 假设有人有得过癌症的话呢 得过癌症说 当然他要是不是 就是医生一定要从根 最细微的东西都要除掉 因为 你只要留一点点的话 它还会再蔓延 还会再蔓延下去来讲的话呢 也是一样在这边 轮回的话 不管它是 善趣也好 恶趣也好 你只要把这个 一分 留下来的话呢 它就是不自主的 就会开始了 它的夜跟烦恼 还会再次的来临 还会再发扬光大的 所以呢 那我如果真的要 希求说脱离 与轮回的话呢 必须要去了解说 所有的轮回 不管是 善趣也好 恶趣也来讲也好呢 都是一样 是为苦的本性了 而 这个苦 是 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讲的这边苦 就不是我们讲的 所谓的苦苦啊 或者坏苦啊 主要在讲的是 辛苦这一个地方了 所以呢 真的要获得 出离心啊 或者我们再三主要到处理心 应该是要对这个 辛苦 感到一种的 厌恶 感到一种畏惧 感到一个 对它 不愿意这样子来讲生情呢 而它的反面是什么 哦 我们开始希求 它的反面的这种 从这种的 有漏的孕体而脱离 从这个有漏的孕体而脱离 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泄脱了 这就是所谓的 不被 不再被这个有漏的孕体 由夜跟烦恼而束缚的话呢 这就是所谓的泄脱了 一般我们来讲 出离心 以前 很多我们会有错误的理解 好像出离心就是一种 好像厌恶轮回啊 或者厌恶的话 这就是出离的话呢 而我们只能说这是 出离心的因啊 这只是出离心的因 出离心的因是什么 就像说大家如果对菩提心 也有后面我们会介绍 也了解的话呢 第一个是不是说 我要为了要去 希求帮助他人嘛 可是希求帮助他人 或利益他人 这不能说他是称之为菩提心嘛 是以这个而去原说 那我怎么去帮助他人呢 我只能说我去希求 获得佛陀的果位 获得菩提嘛 这才是所谓的菩提心嘛 他是以目标 是为了他人 但是我要希求菩提心 一样呢 同样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出离心什么是说 目标是在什么呢 是脱离苦嘛 他这边苦不是小小的苦 而是说也不是配面的苦 是完全的从苦脱离 所以呢 以这个推动力去说什么呢 那你如何从这个 必须要希求卸托嘛 所谓的卸托就是从这个束缚而脱离的 所以这才讲说 希求卸托的这个心呢 才是我们所谓的叫出离心 那他这边就是说 这说什么的话呢 所以以上 以上我们再介绍来讲的话呢 这要是一个正确的嘛 无真出离 没有一个真正的 正确的出离心来讲的话呢 很难 这个真正出离心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跟大家讲说 他不是好像 我希求一个更好的一个享受啊 我有更好的一个善趣啊 或者某一种的安息啊 而是真的要从完整的 从不管是轮回的任何的一分 最主要从哪里 是从业跟烦恼 以及业跟烦恼所产生出来的果报呢 而 甚至从这个想要从这个出离 从这个作为厌恶 而希求他的反面 脱离这个如果没生起来的话呢 那 所以就说 无真出离 难止息 舍求有海安乐果 如果没有这样子一个真正的 正确的 出离心 若没有在我们自己的心去产生的话呢 从 游海轮回 应该说 难止息 舍求有海 游海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轮回啊 我们这个轮回像大海般一样的 很难 说止息 或者 舍求 只为今生的 或者只为轮回而去 希求他的方便嘛 就像我们说什么 如果我们真的没有一个处理的话呢 纵使我们就修了任何一个再好的法 纵使嘴巴是说 我是 我们在这边是观修法 或者我说我在这边拜佛啊 或我说我在这边持咒啊 或我在这边观修 或我在这边听闻 或在这边讲说来讲的话呢 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处理心 或者没有这个处理心的这个理解而去做的话呢 很难说 透游这样子的外在表征 我可以说我在真正的造作说 与轮回的夜是不相等的 纵使说 嘴巴上面是说是 我在持咒啊 我在修法啊 我在观修啊 或我在什么什么什么的话呢 实际上这也都是一个所谓的 只是希求轮回的方便啊 所以纵使是 庞默大师这边也有讲 我们很多的传承上这些 就说 虽然嘴巴以前很多人说 我在修什么 密称啊 修升起次第啊 圆满次第呢 可是 往往很多还是自己在修轮回啊 或者说很多人说什么 很多人说我希求生在净土啊 有些人是什么 我或者最近我们 常常听到有些人说什么 要学法 太难了 有这么多些要学啊 那我说什么 那我不如是念个佛号啊 那我希求 下辈子就可以更好生活的 那说真的来讲的话 有没有这道功德 有没有修到善法 有啊 的确还是有 可是你说 这个跟我们这边所谓的法吗 都很难说这是所谓的法啦 这个就是 只是假明在 我要希求生在极乐世界 我要希求 什么阿弥陀佛的净土 但是什么呢 都还是在遭做一个 只是生在 最好 我说最好的状况 就是生在一个 散去的因啊 因为什么呢 那根本没有想要 焉恶轮回嘛 如果没有 你看就是他这边 宗大师就讲说 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 出离心所设置住的话呢 所做的一切啊 所做的一切啊 所做的一切的方法啊 很难说它是真正的 止息 说在于 舍弃 就是另外一种 轮回的开始 或另外轮回的因 重新开始了 所以呢 后面讲说 那后面这边来讲说 我们说 贪酌有乐能复生 事故首当出离心 所以呢 这边来讲的话 是说什么 首先 应要对什么 对那种贪酌 与 轮回的这些众生啊 嗯 因为他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比较难 难看得懂 他来讲的话 嗯 他说 在中文 他这边 法尊法师他翻成了是说 贪酌 有乐 能复生 这什么 好像说是 呃 贪酌与 轮回的 这样子被束缚的 这种的 身体的人啊 可是实际来讲 藏文的这一支说什么是 因此呢 因为这样子来讲的话 从前面嘛 如果要真正的 舍弃 或者说要止息 心求 安乐的话呢 呃 与轮回的安乐的话呢 第一个要什么 应该要找一个 真正的处理心嘛 是因为 没有真正的 处理心的缘故 所以 没有办法去止息 只是 心求与 轮回的方便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因此呢 所以呢 对这样子 贪酌与 轮回的 能复生的意思是说什么是 贪酌与轮回 这样子的众生们啊 这样子的人们啊 或者简单我们说的 这样子的友情啊 哦 事故首当 出离心 应该 事故 应该要去寻找 应该要去寻找 升起出离心的方便啊 所以这边讲说 为什么要升起出离心 为什么要首先去讲出离心的原因 也在这边嘛 就说 如果 第一个 我们在这边科判 如果大家可以记得的话呢 是不是在那边说 应如何引导 学徒之次第嘛 应如何引导 学徒之次第 当然是说 应如何以法去引导嘛 而 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法 与否呢 是有没有有 至少有没有一个出离心啊 或有没有一个 因为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这个法是什么 是讲说 佛法跟 世间的 或者跟 外道的差距在哪里嘛 这边是说 来法的话呢 它的差距是在于出离心的 如果别的说什么 哦 纵使我们所谓 一子善之士啊 龟一啊 叶国啊 俠满人山等等等等等等 这是内外道共同的嘛 没有任何的 因为它的龟一来讲的话 当然虽然它的龟一不是三宝 可是它有它的龟一嘛 它有它的龟一嘛 龟头依靠我 我说你看 我有讲一个故事好了 我说你看 有时候有些人来讲的话 有些 我们所谓外道 因为我不太喜欢用好像 像尊者常常说 他用大小圣 有时候我好像 我也不太好像说 喜欢用说内外道 因为好像就是 我们佛教好像就是很厉害 人家就排出于外面的话 就有些好像排挤的心 那总之说 非佛教徒来讲的话呢 他不一定他对他的神啊 或对上帝的龟一 不一定会少于佛教徒 你看我说纵使什么 你看我说 因为大家知道我很喜欢看 棒球啊 或篮球啊 运动啊 但最近 常常有比赛可以看到 哦 现在的棒球选手 是不是他打一个拳雷打 或他投一个三分 三分球他不是就一直在指 哦 这是 这是他们这个恩 是什么 他们习惯的信动 就是说哦 这就是 上帝的恩德嘛 哦 是我 因为不是我自己的 我是有这样 或者说 大家如果有看到 像回教徒来讲的话呢 他每一个人说什么 他说 有些人说 那你今天 你今天我能不能赚钱啊 或者今天会不会有好运 他会说 Inshallah 或者说 他说什么 他如果有 以阿拉的愿望可以的话呢 就可以承办了 或者有时候他说 哦 他说 你做得很好啊 他说不是不是 阿拉阿克巴尔 他说阿拉是神圣的啊 他们像我们说 我们会问你好的话 他们就说什么 他们说 Salaamu alaykum 就是说哦 你希望说你可以得到和平啊 得到什么和平啊 得到那个阿拉的 价值的和平啊 所以他们也有这样子的 一个皈依嘛 所以真的来讲的话呢 这些都没有办法说 分辨说佛教跟非佛教的一个 真正的界限或在哪里 那真正的所谓的佛教里面的法 或者佛教的开始在哪里呢 是有没有出离心这个地方来分辨的 看这个出离心是什么 不是对说 当然不是对苦苦嘛 我们刚刚讲 不是对苦苦的想要脱离 对苦苦脱离的话呢 这是我们所有的人的本性 都是这样子 不要说人 我们看到说 蚂蚁啊 我们在家里 你看我们是不是说 想要去把蚂蚁扫掉 哦 看到去轻轻的拍它的时候呢 它就会闪的 它就自己跑的 因为它不觉得我们会来伤害它了吗 哦 它就知道要自己来 或者我们知道 轻轻吹过去的时候呢 哦 它就开始会乱跑啊 因为它也不希望那个苦嘛 这是苦苦的地方呢 谁都会想要脱离的 那同样 坏苦的话呢 也有一些人 我们也可以知道嘛 像说什么 哦 是不是说 大家也知道我以前 如果想要喝可乐的 这个来讲的话呢 哦 这个来讲的话呢 是一个暂时的热受啊 我还是会觉得 那是暂时的热受啊 可是会觉得说 哦 这个知道越来越喝是 没有好处嘛 对自己的坏处是更大 或者我们像这样子 我们或者很多人就是 可以不吹冷气啊 不吹电扇啊 因为会有什么 吹太久 会有风湿啊 哦等等等等 这些来讲 哦 我们也知道 这些来讲说 这不是我们追求的 那同样 那真正的这边是说什么呢 哦 是 不只是厌恶了说 对苦苦 对坏苦 而且要对辛苦嘛 我们是 为什么一直讲说 厌恶欲辛苦呢 因为 只要有这个辛苦 就是代表说 我们不自主了 有这个辛苦 它不自主呢 就会再造作下面的因了嘛 所以 真正的要厌恶的是什么呢 不是后面的果报了嘛 哦 那苦苦跟坏苦 都已经是像果报 产生了 辛苦是什么呢 就是 不自主的那一分啊 就是最到最终 源头就是 一有这个 你就不自主 你不自主 你再 怎么样去说 这个不好啊 我说我们以前 老师跟我们解释 或者中大师解释 说什么 你看你说 我们谁都知道说 我摔断手 是会苦的嘛 那你去抱怨说 那你摔断之后 那怎么办呢 那谁都知道这个是 不要嘛 那应该要回到说 好你前面是怎么样 不要造作这个圆 说你有可能这样子嘛 那个圆等于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辛苦 就是 因为 我们一获得这个 油漏的五蕴的话呢 他就是被束缚住了 束缚于什么呢 被一夜跟烦恼束缚 一夜跟烦恼是 他再次的要去 照做了 好 那 那 那如果我们知道说 有 所谓的 有海啊 或有啊 大家应该也知道 在十二远期 我们是不是讲说 第十支 叫有嘛 有有有的话呢 这个来讲是什么是 果的名字 取在于音上面嘛 我们是不是一直 跟大家讲这个 果的名字 果是什么呢 是轮回的有海 取在于 轮回的音上面 这个夜是他的最主要的音 所以他把它取在他的上面 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 有 有是在指什么 是指轮回的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个轮回啊 或等等 呃 是不好的话 我们不要被束缚的话呢 那我们怎么样 如何使自己不被束缚呢 怎么样去可以呢 那第一个 首先 是什么呢 首先要去找说 说 希求说 从这个束缚脱离嘛 那希求可以从这个束缚脱离的话呢 这就所谓的叫做说 出离心了 所以他讲说 首先应当 希求 或追求 出离心了 而这边的话呢 就等于说 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寄送 是在哪里 中大师在介绍了什么呢 他已经开始把 下世道的基础 跟中世道的 或者我们所谓的共中世道呢 在这边安利出来呢 看这边 刨公大师有做一个概念 他我也跟 应该也跟上次跟大家讲 是 有些人说 这样已经我们也有说 有些人会有错误的理解 有什么错误的理解 他说 第一个 你们不应该去学处理心 不应该去学空性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样会堕入小秤的 应该要多去学菩提心啊 如果只没有菩提心去学空正见的话呢 你会堕入二圣啊 或堕入小秤的话呢 是他自己对初离心 跟空正见的概念 不清楚的才会说出这种话呢 因为是说什么的话呢 如果 反而 要培养出初离心 要升起菩提心 的话呢 菩提心 要升起来 越有感觉 越强烈的话呢 它的关键在于自己的初离心够不够强烈 你的初离心 越强烈的话呢 它可以更容易的去升起菩提心 如果我们常常讲说 如果初离心 只是嘴巴上喊的话呢 它的菩提心也只有可能是嘴巴上喊的 这个菩提心它的真实与否的关键呢 事先在于它自己的初离心的强烈 有没有升起了 因为很多人会说 这是小秤的 就像我们刚刚讲很多人说空性的学习 是小秤的 会有危险性的 这个不会有任何的危险性 这是了解事实的而已嘛 这是透明说了解 反而说轮回的不好 而去希求脱离的话呢 这没有缘故 会使自己脱离 或者说自己堕入于小秤的 这个是别人念外共同的 就像说我们说 你去学习布施啊 你去学习慈戒啊 你去学习忍辱啊禅定啊 这也不会堕入于小秤啊 这都是小秤要所修的啊 此心啊悲心啊 平等舍啊 喜啊 事无量性啊 这都是 圣文圣要学习的 不只这样子 我们所谓的 像所谓事正念处啊 什么等等等等 这都是 所谓的我们 大小圣共同要修持的 这都不是讲说 我们会堕入二圣 或堕入小圣的危险性啊 这边来讲的话 应该是说 如果真的是想要 去成佛的道路 或者想要生起 大圣的菩提心来讲的话呢 一定要先培养出 够量的 或者够资格的出力心的 所以这边来讲 很多人说 有些人虽然会觉得说 好像成佛啊 只要菩提心 不需要出力心 或者说 出力心只是 仅仅需求卸脱的 这样的概念来讲的话呢 这是一种 错误的概念 或错误的想法 不只是说 就我们刚刚一直在讲 如果要成佛 成佛的关键一定是 在先生起菩提心 菩提心的关键在于 先生起要 一定要有 出力心的 就是这样讲说 什么 以前 仲大师 在他的 葡萄资地广论里面 引用了一个说 噶南派的一个主事 大的叫夏拉瓦 夏拉瓦的一个 一个用词 他举了一个批语说什么 他说 比如说在很酸的 像我们现在 比如说很酸的一个柠檬汁上面 你只加一点点的盐的话呢 那感觉什么味道都感觉不出来了 因为那个 腸的酸味已经把它盖过去了 所以同样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如果真的要生起一个 好像我们可以脱离轮回 或从轮回脱离来讲的话 如果只是 说的要脱离轮回 是嘴巴上所说的一样 就跟刚刚讲的 那个很酸的酸味里面 撒一点盐一样而已 那毫无感觉都没有了 这个要感觉要什么 要很强烈的 更不用说 你看我们 只为我一个人 希求 处理的话呢 他还没有说 我要为一切的人去 希求 同轮回处理吗 是不是你看我说 我是说 我只为我一个人 去做事情的时候呢 我心力还没有要那么强 可是我说 我要为他人去做的时候呢 那个心力是不是要百倍的强啊 或者大家如果 大家应该是可以知道说 在自己的 自己的家 家里面感觉是啊 你看比如说 我 或者我们说 我自己为我 要为自己做好吃的啊 那没那么难嘛 我自己去 去 或者我说我去 再远的地方 或者我说 现在不是很多年 年轻人说 现在很爱美食啊 我可以跑好远哦 我可以跑了两三个小时 或者像我们有一个朋友 是什么 他们 可以 这一年他说什么 他可以请假 去 还 还球 就是为什么 去各个地方吃美食 那生起这种 好像 希求的 耗耀性 没那么难 就是他只要为我自己来讲 可是是不是 如果你想说 我要为我的父母亲 去 一个小时外排队 买美食 哦 那就心力要更强了一点嘛 你自己没吃到 那更不要说 我要为我的隔壁邻居 去走一个小时 去排队 那时候不要了 那我根本不要了 那更不用说 我要为我 不认识的人 去排一个队 一个小时队的 来讲的话 是不是那个心力 要更强更强更强 更强的时候呢 那我们这边来讲呢 说 希求 为了一切 如母有情 可以脱离轮回的 为了要可以帮他们 可以脱离 轮回的苦海 要希求佛陀的果位的 之前的话呢 那样子是不是说 自己要处理的心 也要一样的 要更强烈吗 这个都还没办法升起呢 怎么可以说 怎么可能谈到说 我要帮助一切的 如母有情 从轮回脱离呢 那是不可能的嘛 没有可能这样升起的 所以呢 那在这边来讲的话 就说 同样 我们 这边 所说的 不希望 轮回 不希望 这里面来讲说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不希望 或者对 轮回的因 跟果 极地跟苦地 感到 厌恶吗 而它反面来讲说什么呢 也就是追求 或者希求 与 止息 轮回的因跟果的 灭地的这样的一个希求心 所以 我们这边来讲 很重要一直在提醒是什么 就是 出离心 出离心不是只是说 它厌恶的一个果报 或者厌恶的轮回 这都是轮回的一个因而已 因素 是以 厌恶 轮回 以及轮回的因 而 再为推死而去 希求 泄脱的那一颗心呢 才是讲 所谓的 什么叫 叫出离心呢 那 同样嘛 这边来讲说 如果 只是 在嘴巴上 那这边的关键 就是在这边说 如果嘴巴上只是说 对 对 轮回的因是什么 轮回是什么 或者说 有肉的韵体 这是轮回 如果 只是嘴巴上说说 或文字上说 它就变成只是 文字上 或者嘴巴上说出的 出离心 那如果可以有 略略的感觉的话呢 那变成是我们说 文所生惠嘛 思察式的 那种出离心 再 慢慢的 判 透由正因 李禄 彼度生起的话呢 这变成是对 出离心生起的一个 失所生惠 再不断的生起 不断的生起 有一点点感受 实质的感受 而不是指一个认知 实质的感受生起呢 那就是所谓的 真正的出离心 开始生起了 这边来讲的话呢 那 所以我们讲说 反而应该这样讲 如果要生起 菩提心的话呢 在自己的心绪 上面生起来呢 这之前 一定要生起什么 要说 不忍众生 被苦 所逼脑的吗 看这个不忍众生 被 苦所逼脑的话 这个苦在讲什么呢 又还是在讲说 不是苦苦 也不是坏苦 是辛苦 不忍众生 被辛苦所逼害的 那 不忍众生 被辛苦所逼害的话 它要生起什么呢 它生起一个大悲心 所以是为什么说 菩提心之前 先要生起一个 大悲心的缘故吗 看这个大悲心 还没有生起来说 如果我在他人身上 不忍他被苦所逼脑的话呢 是不是先要在我自己身上 我自己先生起吗 在我身上说 我都不要这样子 我才可以说 他人不要这样子 所以这个角度 转过来说什么呢 就是讲说 这是要先在自己身心上面 生起一种 出离心了 所以在中大师的 菩提道次第广论也讲到说 菩提心 对不起 大悲心 跟出离心来讲的话呢 它们的相貌是相同的 都是 希求 离苦的一个心嘛 而 只是说什么 出离心是 转于自己的 大悲心是转于他人的 别的东西来讲 它的相貌是一模一样的 你把它所缘 转到自己呢 就是出离心 转于他人 一切的 一切的友情的话呢 就是大悲心了 转于他人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悲心嘛 这就是 它只是一个 转于目标而已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应该都有 至少我们对 苦苦想出离的 应该也有 不要说苦苦 从坏苦想出离的心 我们都有嘛 这我们都有了 只是现在 慢慢慢慢要 从这个再感觉到说 好 那么我们现在 这个都 可以有了解了 有感觉的话呢 那我们要再更应 程式说 那辛苦是什么 从了解辛苦而去脱离的 那从这样子 有生起这个出离心呢 才有办法生起说 大悲心 生起了大悲心呢 才有办法说 生起后面的菩提心 所以反而应该说 没有出离心 是不可能 或者 不可能生起 所谓的菩提心 是不可能生起来的 那个 出离心如果只是文字上的 或者没有任何感觉的话呢 那个菩提心 也更不可能是 生起一个真实的菩提心 也只能在嘴巴上 说说的而已了 来讲的话 所以以前 阿底下尊者 到了西藏 就有一个 有两个 比较好玩的一个公案 来讲的话呢 以前阿底下尊者 还会讲很多讽刺的话 因为 哪边来看的话 我们现在比较看到 在讲阿底下尊者的公案 有一个讲说 葛达恩的 父与子的法 那就是以前是什么 是说 当然我们中文 比较没看到 这个是 比较少的传承 是什么 那时候是 以前 我们是不是听到说 阿底下尊者 传看过说 阿底下尊者 是有两个大弟子 一个是 在西藏大弟子 是总敦巴大师 一个是 保贤医师 对不起 善会医师 跟保贤医师 应该说善会医师 和 这个葛达恩 父与子的法 是说什么 是善会医师 去请求 总敦巴大师 说 那你们说出 你跟阿底下尊者 以前的公案 或姻缘 怎么会说 他就说出他的 姻缘 和很多他们的法 就是父与子 就是子是 总敦巴大师 本身 跟父是阿底下尊者 阿底下尊者的话 那常常 应该我先从比较简单的来讲的话 因为阿底下尊者 他去西藏的时候 已经也 年纪不算小了 应该也有五六十岁了 来进去的时候呢 可是阿底下尊者也很努力 在西藏 他是 但是 虽然 年次已经高了 可是他还去 他还是 学习了藏文 可是他还是 当然是 要这样 可是 因为是 当第二种语言 去学习的时候 刚去西藏的时候呢 阿底下尊者说 有一天他的鞋子里面 有一个小石头 他说 停下 我要把石头 从我的鞋子拿出来 可是他说 我要说 他就不小心地说 我要从鞋子里面 把那个巨岩 巨岩拿出来了 因为他以为他不知道说 那个巨岩是讲大的石头 他以为说 这个巨岩是讲的 就是石头而已 一样的 那同样 阿底下尊者知道这个之后呢 他有几个公案 他说 只有你们西藏 有一个说 有什么 有一个 修 喜金刚的出国者 为什么来讲他 这个大家 我们有可能听到 因为喜金刚 是什么 是修密秤的嘛 密秤的话 应该是一定要有 菩提心 要有空振剑 有出力心为基础的 怎么会有一个人说 已修到喜金刚 而去获得出国的 而这个太违背了那样子 这个来讲说 只有你们西藏 会有这样子的产生 同样在这边来讲 阿底下尊者 彭莫大师引用的说 说什么的话呢 他说 他说 唯有你们西藏人才知道 或才会 才会有什么说 不需要 修持 慈心 悲心 出力心的菩萨 你们才有你们西藏 才会 才会有 这个意思是说什么 只有你们独一 你们独创的 那样子 怎么会有一个说 有一个菩萨 或者有个大称 不需要收处理心的 或者不需要 这种修持 大悲心的 那不可能的 要生起菩提心 才算菩萨嘛 这个菩萨的话呢 之前一定要先有大悲心 有大悲心的话 之前一定要先有处理心的 没有这个的话呢 后面是生不起来的 所以那时候好像是 宗大师是 对不起 阿底下尊者有点是 虽然是 有点讽刺 也是有点说 好像 应该说有点像骂的一样 就说 只有你们这样子来讲的话 那不只是西藏有犯过这个错误 我说我们 这一年回来 也看过很多人 就说 那个 你们讲说 修空性 修处理心 这都跟我们要学 大称的是没关的 或者说什么 或者有些人来讲说 好像说 我只要修秘坊 根本不用讲这边来讲的话 就刚刚讲的话 一样来讲的话 只有说好像 就如同阿底下尊者 有修喜金刚的出国者 就这样说 好像说你修了秘法的 不用菩提心的来讲 或者说 你修了喜金刚 而不需要出离心来讲的话 我有这样的错误 不可能的 要到后后后面的秘法的奥妙 前面一定要有菩提心 一定要有对无我的一个见解 一定要对有出离心 这些一一一都不具备的话呢 不可能后面讲到的 比方说 如果没有出离心 不可能谈到大圣的法 没有大圣的法 更不能谈到所谓的密称的 所以为什么想说 我也是讲 我说今天刚好在路上走的时候 我又看到很多的在发那种 以前好像证据 萧萍是在发的 我说也不能怪他啦 我说他对秘法的不了解 或者想要毁谤的时候呢 这只是说他是愚痴 他真的不了解说秘法的奥妙 就像什么说 如果你说大圣说 小圣不是佛法一样 或小圣说 大圣不是佛法一样的话呢 那只能说想得好啦 如果他是恶意的那叮当别人 那只能说是个愚痴的 那不了解这个关键在哪里 那这边的 有我们了解的话呢 要了解说 也不是所谓的那种胡作非为的 他一定是有前前前前的 才会有后后后面的那种羞耻 没有的话呢 后面的羞耻是不可能生起来的 好 那以上的话呢 这一个记者来讲 我们就是在介绍说 在科判当中 来讲的话是说 为何要生起 出离心的原因嘛 他不只是说 为什么要生起出离心的原因 应该是说 首先 第一个为什么要生起出离心的原因 他一一地说出来了 而后面来讲说 要如何 生起出离心的方法的话呢 应该是说两者 应该是说 舍弃对今生的眷恋 和舍弃对后世的眷恋 他会生起出离心 我们是不是讲说 应该说 在钟大师的别的课寿里面来讲的话呢 我如果没记住 应该是他的 没关系 我他的别的来讲的话呢 是说什么的话 如果可以生起 对 可以生起 念史无常的话呢 不断生起的思维的话呢 就会舍弃今生的执着 如果可以不断地去思维说 苦地跟极地的话呢 就可以对后世的贪着也去舍弃 这个来讲的话 我下次把那个客颂找出来 和这个来讲的话呢 这边来讲的话 就说我们生起 真正的出离心的方法呢 可以分为两种 也需要由两种的方便而生起 就是说 舍弃对今生的眷恋或者贪着 跟舍弃对后世的眷恋跟贪着 而另一个 舍弃对今生的眷恋与贪着 是说什么呢 就是前面这两句 说 俠满难得受不留 休息能断今世欲 夜果不爽轮回苦 碩事能断来世欲 那这来讲说什么呢 我们不断地去思维俠满 这个来讲说什么是 俠满难得受不留 俠满难得 这四个字呢 就在指说 俠满人生 所谓的八辖十满 受不留 这边就讲说什么呢 就是讲说 对厌史无常 休息 如果如理的 去好好在内心的 不断地窜息的话呢 就可以对 今世的贪着 今世的眷恋 他就可以去捨弃掉了 那这边来讲的话 是什么的话呢 这边所谓的今生的 今世欲 或今世的贪着 今世的眷恋来讲的话呢 这边来讲的说 这个是说什么的话呢 不是说好像我们 就不要今生的快乐 很多人会有这样子来错误 这边所谓的今世的欲 是说什么呢 好像所谓的今世的欲 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在这个今世 希望我比谁都好的 十一柱心 或者说我只为了 我今生的这种的安乐 只为了我今生的这种的 明文立养的话 这种来讲的话 这才是所谓的 今生的眷恋 今生的贪着了 因为如果真的是想要学法 或者要生起初离心的话呢 应该说最难的关键 第一个最难的关键的话呢 也就是说对今生的眷恋 他在今生的眷恋里面 有所谓的对 十一柱跟名誉来讲的话呢 最难舍的是最今生的 名誉的眷恋来讲最难的 为什么来讲的话 你看 我说如果他没有想要学法则罢了 或者说他只是为了说 我什么都不了解 我只用为今生的东西来讲 如果想要学法 或者如果想要修行 如果想要去求究竟的安乐 来讲的话呢 第一个是要说 我以前的眼光 应该我们用白话一点来讲的话 眼光要放远一点嘛 不能只说只为了在今生的 这样子短暂的这个来做了 你看我们用白话的时候 我们说 你把眼光放远一点的时候呢 他没有叫你把短暂的目标也要放掉 反而是说 也要求短暂的目标嘛 对不对 可是他说 可是你看如果我只为说 短暂的目标去追求的话呢 我长远的放弃 或者长远没看到 那不是我们说 你这个是很愚痴的嘛 很笨的那样子 为了那么短暂的 一点点的利益来讲的话 或者说像你看 我们常常看到这种公案 是说 我常常也想到说 你看如果我们为了 比如说我现在要 买了一个跑车 我去借高利贷 我是不是短暂的 我可以获得我想要的东西 可是那个苦的来源 是永远永无止境的来临 因为他要收你的利息是很高的 那缓不完的那种东西来讲 可是你看我们说 如果你要那个跑车啊 或你要买什么来讲的话呢 你是不是也要说 长远的目标放在说 好真的就是跑车 可是你要从一开始说 我每五块钱啊 十块钱啊 一百块我都要开始要省嘛 还是省了 这是你的短暂目标 可是你说你只为了 那么一短短的话呢 那又觉得说 哎 这个人太笨了嘛 所以同样在这边来讲说 要舍弃今世的欲望的时候呢 他不是说今生都不要了 我什么都无所谓了 是那种心态 心态上面是说 我怕我的眼光放长远了 而不是只是对短暂的 这么一点点的 因为为什么最多来讲的话呢 最多也是不是就是一百年了 我不要说一百年 最多的话 因为有一些人超过一百 最多的话就是一百三十年了吧 或一百五十年的 但就最多了嘛 谁也都要舍弃的话 我说是不是很多人 我们到最后的话都会觉得说 你看我辛苦了一生 到最后的话也是 到最后也没什么时间啊 那为什么要辛苦那么久呢 每一个人都碰到 从年轻到青少年到中年到晚年 到死亡的话 一样的话来讲的话呢 如果不想着吧 那一想的话呢 这我们谁都会碰到的嘛 那谁要碰到的话呢 那我们怎么去做的话呢 就说除了 就为什么在广论的话 他一直在合办 就是说 除法以外皆无益的嘛 你在这个 食 医 住 名誉 真的来讲 一点帮助都没有嘛 是我们看过太多次的人 人家说 我再有钱的话 我怎么 或我再好的 我怎么会病啊 会怎么说死啊 这也都没有办法去脱离嘛 这是不可能的话呢 那好 如果不要去想的话呢 不代表说他不会来临啊 那如果是毕竟会碰到 毕竟会要面临的这个问题 不是我们现在先做准备更好吗 你就可以有准备的去做的 或准备到好好的去面对的话呢 比那种完全的惶恐去面对的话 是更好的啊 好 那所以呢 如果不要学法 那则罢 那学法之后 的话呢 能不能成为法 能不能真实地修学的话呢 就是我们能不能把远光放远一点 而不是只是说对今生的眷恋而已嘛 今生的好处了 也是为什么我们上次跟大家解释 就是说在以前在文书菩萨 对撒迦班自达的一个教界 我们来讲说短暂的 可是他把整个道次第的教界来讲的话呢 一般我们想说离四种贪着 或离四种执着嘛 第一种的执着是说什么呢 如果与眷恋于今生的话呢 则不是修行者嘛 那如果眷恋于轮回的话呢 则没有出离 如果眷恋于自己的利益呢 则没有菩提 如果有执着 则没有见解 这个就是说 他是一般的四种的离开贪着的 这是一般以前那种文书菩萨 对撒迦班自达 我们常常讲说四种执着 四种执着 离开四种执着的话 他的四种执着就是说 在讲一遍我看到他没听懂 就是说 若只执着于今生的话呢 这不是学法的嘛 或不是修行的 如果眷恋于轮回 则没有菩提 若眷恋于自己的利益呢 则无菩提 如果执着 或有产生执着的话呢 则没有见解 执着这个是真实执着的意思 真实的执着 这不会有空性的见解 那这个四种来讲说 一样的 那好 我们应该说 法跟非法 或者说真正的一个 真正的这个法的那个 界限来讲的话 是说什么 能不能捨棄今生的 只为今生的这个利益的那种 希求的话呢 这才是那个 上不上下不下的那个关键 那你要在上或在下的关键说 是法还是不是法 或者是个正法 还是不是正法呢 的关键是在于说 有没有处理心 这个处理心的 有没有标准呢 为什么来讲说 虽然我说我们 几位今生的利益跟持送 可不可以一起来 可以啊 我们常常看到那口是心非的 我们在西藏的话 他们以前开玩笑说什么 你去菜市场看到的时候说 那些有些人想说 或者我说我们台湾 我用我们的 我先用西藏的例子来讲 跟大家讲的话 以前说 有些人在杀那个 猫牛 就说 那样子去杀牛 或者我常常 我们在台湾看到说什么 阿弥陀佛 那就打蚊子啊 或者说打蟑螂啊 那这个就是说什么 又可以又有 今生的 嘴巴上面的持送 跟法呢 这种嘴巴上的 来有没有 有互相的可以啦 可是真正的 真正的法啦 不是只是嘴巴上面的 说说嘛 也不是刚刚那样讲的 这两个是没有办法 互相的容忍的 如果你要学真正的法呢 那就不能只为今生的利益来讲 你要为今生的利益来着想的话呢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产生 这没有两个 不可能两个并行啦 有些人会说我可以并行啊 因为我又 刚刚我们讲嘛 我又持咒啊 我又这样 那个是 只是表面的 也不算真正的法嘛 我们讲的 因为我现在 蛮好笑的 我自己都会想笑的 就是说 像打蚊子常常看的 有些人持咒啊 又觉得好像 好像 没有做坏事了 或者有什么 有什么 好像保佑了 或者什么被神明 那个来讲的话呢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没有 没有这样子啦 没有所谓的 又要 又要好像又要法的 你看 为什么 他也知道我打蚊子不对啊 又觉得说要获得一个保佑啊 所以他才会一定要念这个咒 或者 有时候我们说什么 常常看到说 哎 常年累月 不做什么 之后呢 今天准备要开始考试 我们所谓的临时抱佛 才开始持那个 那个 文殊菩萨奏 那考完是说 奇怪 为什么这是文殊菩萨没保佑我啊 这样子 自己没有好好读书的 那样子 那人说 为什么没有文殊菩萨保佑 那应该是说 只能有 我觉得也是常常真正的讲 他说 你看每一次 人家会说 如果佛头来 或者菩萨来 我们说的话呢 抱怨的说 哎 你怎么没保佑我啊 他会说 那是你自己造作的困难啊 你自己没有好好做 那你自己做的苦 你自己造作的因 你只能有自己的苦吗 也就像我们 常常讲是不是说 无浊菩萨去修弥勒菩萨 说最后他抱怨 他说你 这十二年怎么都没来看我 他说 我早就来了 可是你自己没有看到 你自己的因缘 没办法的话呢 我也没办法的一样 那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说 我们虽然嘴巴上面的 法 修持跟 只为今生的眷恋 可以一起来讲呢 可是所谓真正的法 跟只为今生的眷恋 真正的贪处 这是没办法相容的 他没有办法来量呢 所以为什么来讲的话呢 在这边来讲 总的默大师 就有一个教界 对以前的那种修行者来讲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 阿底侠尊者 说 以前给教界说 如果我们只爱好于 像说去 转山啊 仇胜啊 或者说 阿底侠尊者来讲 那时候不如去 好好地修个法 或对法的好用 同样 对大礼拜啊 礼拜啊 或者念咒啊 持诵 也是这样子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不懂得法啦 和说你去 或者 没有这样做呢 那 我说 仇胜啊 或者说去转山啊 或者转个寺院啊 或者礼拜什么寺院啊 或者说 我们来做客送啊 大礼拜啊 有没有好处 有 当然的确百分百是有它的好处 对法的窜息 可是呢 对这个来讲 不如说 我们去好好的去了解这个法意 了解这个法意呢 不如说 好好去依这个去思维 去思维呢 不如好好在内心上升起的 这一层一层一层的 这样子来讲的 为什么来讲 常常我们在跟 尊者达阿姨身边的时候 他也这样讲 说 你看很多人说 我捐了很多 好像我们说 有什么去点灯啊 或者照佛像啊 或者来什么的话呢 有没有功德 百分之百有功德 也有好处 但是呢 那不如去学法 为什么呢 因为尊者常常讲 像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 我们台湾还比较好 可是没有这样子 像最近我以前去大陆啊 或在印度 他开始有一个很奇怪的 一个风筝书 他要盖很大的佛像 越大越好 像在每个圣地 都要有一个这个来讲的话呢 那尊者说 那的确这是很好 但是呢 如果我们用这个的资源 再去用利益众生 那不是更好的 为什么他说 你看他说 如果说我们盖了一个佛像 这个佛像可以讲话 说法呢 那很值得 可是没有啊 那个不管是晴天也好 还是雨天也好 或者刮台风来讲的也好呢 那佛像永远都是笑咪咪的那样子 也没讲什么话啊 那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努力 这么多的资源 这么多的来讲的话呢 不如好好去培养说 真正的法是什么 是改变内心吗 哦 这边法说什么呢 所谓的法是说 为几位今生的一种短暂的利益 慢慢慢慢舍弃 他开始是对 所谓的出离 所谓的出离心是什么 有一点点的理解的话呢 这是更为殊胜的 也是所谓的 我们真正的一个法 来这边来讲的 那同样呢 嗯 那 好他说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刚刚讲的那说 好 有人去问阿底下尊的说 那如果喜爱说 比朝圣啊 鑽山啊 礼拜啊 课颂更好是去 好要去学法的话呢 那这个法是什么啊 何为法呢 那阿底下尊就对他回答他说 那就是舍弃今生啊 或者舍弃只为今生的 这样子欲望的 这就是他讲了三遍 他就舍弃今生 舍弃今生 舍弃今生 这才是所谓的真正的法 这样子 也是以前我们在 普提奥赐地广东 看到有一个公案 是说以前有一个 河南派的善知识 叫说 呃 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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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他说 他去请教阿底下尊者说 呃 呃 呃 法啊 你们给我一个法 他阿底下尊者就说 舍弃今生 舍弃今世的心 和去好好修学 慈悲心 呃 大悲心 应该说慈悲心 以及菩提心 他出来的话 他就有一点抱怨 就说 奇怪我去 我从千里迢迢来 见阿底下尊者 阿底下尊者也没见我多久 就讲了这句话 就把我赶出去了 和宗伦弃大师 听到说 就是很 他听到说 唉 太可惜了 这个人没有听懂 阿底下尊者的教诫 这是把 阿底下尊者 把他所有的法的教诫 就在这几句话里面 就已经说出来了 和同样之后的这个 呃 这个所谓的祥纳俊 他是说 他不了解阿底下尊者说而已了 阿底下尊者是把他的 所有的教授 所有的教诫都在这里面说了 那之后 呃 祥纳俊这个大师 他慢慢自己开始修行啊 这个开始有些经验的话 他也就说了说 那所有的修法的关键 也就是在说 舍弃 舍弃今世的心 那 好 所以呢 我们如果说 舍弃今世的心 或舍弃 所谓的 子弃今世的心 是什么呢 那广的来说的话 是所谓 我们常常听到的 呃 所谓舍弃世间八法啦 那这个舍弃世间八法 我们一般 是在哪里听到的话呢 是我看过最清楚的 当然佛记里面有讲到 可是最清楚的是什么 是在 呃 龙树菩萨的 呃 中观宝曼论里面 有清楚的讲出来 看我们慢慢 会跟大家解释说 这个世间八法是什么 那这个世间八法来讲的话呢 总摄 总摄 总摄起来的话 我们可以说什么 它总摄于说就是 只眷恋于今生的十一名誉啦 世间八法广的去全说就是说 摊着今生的十一名誉 那真正来讲的话 这三者 这三者十一名誉 最难舍是什么 是名誉 最难舍是名誉的 最难舍是名誉的 为什么呢 因为看过太多了 我说 大家有可能还没看过 我们看过那种 去闭关的人来讲的话 真的很困苦 他们可以说 他们可以 呃 不管是怎么样的话 他可以说我吃的就是 吃简单的沾巴啊 穿的就是很 那种百纳衣啊 可是 很多人还是会说 人家对我的感慨是什么啊 人家是怎么样 所以彭工大师这边就讲说 纵使是再大的学者 或者不要说什么 像我说大家可以看到 我虽然我不是怎么 可是至少有一个 烂得虚名的格西 那样子来讲 有在这个里面来讲的 这样子来讲 有所谓的了解法嘛 这种所谓的格西来讲也好 或者说 这个人是什么的僧人啊 僧企啊 什么大师来讲也好 或者说这个是什么的 大凶行者来讲的话呢 普遍的这种 我们称之来讲说 格西也好啊 修行者来讲也好啊 什么大师来讲 也好呢 很多都是要舍弃 名誉是很困难的 非常非常困难 很多来讲说 就像我说 真的 对我来讲 我说真的 我觉得我自己的经验 也是这样子 你说我不要吃的那么好 我觉得我也没什么 太大的关系 你要我吃的很好 我也可以吃的很好 我不要吃的很好 过的话 也很快乐的那样 就可以吃沾巴 也可以过得去 那同样 穿的 我说我穿大概就是 大家 大家已经看过 这一年当中 我的衣服也就是这一套 然后常常被人家念说 怎么没有每天洗衣服 可是我说我衣服就一套啊 你也看不出我今天有换衣服 还是没换衣服了吗 所以我说 那没有每天洗也没 也没什么那样子 可是我说真的来想说 对 十 我说我的应该 倦念也不是很高 和对一 更不用说也没那么 倦念那么高 可是对名誉就会 看人家怎么讲的 收我啊 或者说人家说 我不要说坏话 我说 不知道人家在背后说我 我怎么样啊 是不是教得很好啊 或者说人家有没有在赞叹我啊 或者说这个是不是大学者啊 那样子你知道 或者说这个 有没有修行啊 这个就是说什么的话 你看纵使我说是有一个 隔西的名字也好 或者一个修行人的名字来讲也好 纵使在后山的人来讲的话 他也都会说 希望说 这边的这个 说大师嘛 我们说大师来讲 希望的就是说 我的学生也可以说我的好话啊 他们也都可以一直来讲的话 那更不用说 世间的 世间的只为 十一的那种人来讲了 壮者是这种大修行的人 或者有想要修行的人 对这种名誉舍弃都很困难啊 是不是我说你看常常人家 我们在讲说 一讲坏话 自己的心就 他不一定有什么行为 只要人家说我的坏话 就好像说 万剑穿青的一样 这样子来做的时候 也是嘛 所以为什么也是在阿底查尊者 在他的修行的教授里面讲嘛 他说 如果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 应该说什么是注意自己的心嘛 可是在众人 众人在当中呢 我们要注尽自己的嘴巴 因为说出来的话很容易去 因为人家很在意是他的名誉啊 人家是很在意他的 这种所谓的今生的这种来讲 每一个每个字都很容易去伤到人啦 所以 彭工友大师来讲说 众使 是很多的这种大修行者 对食 都已经说可以舍弃了 都什么都只是说 应该说粗茶淡饭 或像西藏人来讲说 用吃沾巴 或者有些人来讲说 是不是吸取 我们上次跟大家介绍 那个吸取石头啊 或者花的那个精华啊 都可以已经没有什么 那种粗食他都没有 他这个都可以舍弃了 那更不用说衣服嘛 他衣服是什么破破烂烂啊 都是像以前的那个 因为在山上闭关 他没有办法 更不用说我 我这边至少有洗衣机 他们有可能是 一年才洗一次衣服 他的衣服真的是看起来是 是布 可是看起来像牛皮一样啊 因为是那个污垢啊 他这样都可以 你就可以这样卡拉卡拉 那真的有这样子的时候 他都可以这样舍弃的时候 这样去做修行呢 所以西藏唐用说什么 他背已经贴住于石壁了 他也说什么呢 他的门都已经封死了呢 可是这样子都已经 这样去修行呢 可是从内心的深处会觉得说 希望这周遭的人们都在赞叹我啊 或者我的学生在赞叹我啊 说他有好好的修行啊 他有懂的经书啊 他是一个什么 不要说大事了 或者他有努力的修行啊 他有正量啊 每一个 从内心的都有这种 好像希求这种 名声的嘛 一种名誉的嘛 很容易就产生了啦 当然不是说我们 有人赞叹不好 可是只是 内心从内心深处好像 只为了这个东西 而去希求的时候呢 不是说 因为大家怕了 大家会认为说 好像人家赞叹的时候 我就刻意要舍弃 不要赞叹我 这也不对了 不是 应该我们多去赞叹的人 人家来赞叹也随喜他 可是 从内心深处好像说 虽然重视 我是想要去修行 想要去学法 可是从内心深起 还是说 只为了今生的 短短的 人家说 人家有没有在我说我好处的话呢 这是很难舍弃啦 可是在这边来讲呢 说所谓的舍弃今生的欲的话呢 就是对 十 一 跟最难的这种名誉 都要有一种 好像说 不是只是为了今生的这样追求的 所以呢 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就有很多的主持大人说 以前的所谓的大班自答啊 或者大士啊 所谓的那种好像亲近比丘呢 都可能都被今生的名誉 这种眷恋所被骗了 或者被他的误导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 八四八大师 也有说来讲的话呢 很多说 纵使是已经 发先去闭关了 与跟人家都不再见面的 这样子的大修行者 这样子的大修行者来讲的话呢 也要去好好的去修断除今生的这种的贪着 眷恋 和他说 他说 纵使是想要去修行的时候 常常在深山的时候呢 在那个时候 自己内心的 杂七杂八的想法都来了 他在讲说呢 我想要去修什么法呢 那个时候的杂七杂八的念头 都马上都一一的来 反而很多被今生的这种名誉的想法 都一一一的过来 那如果是真的想要说 不管是人家真的说大师也好 大修行者来讲也好 善之士来讲也好的话呢 只要有为了今生的食、衣、住或名誉摊着的话呢 都还没有把往三二道的门都还没有关起 如果真的要把往三二道的 不要说我们大家 我说我们是大家共勉的那样子 我说什么的话 纵使是一个 我们常常在西藏那边讲说 不管是大家面对上来讲 或者我往面对下的人来讲的话呢 有可能你们大家在修三法 可是如果我是为了今生的 好像是我在介绍而已 可是 如果我是为了今生的名誉 今生的十一住行来讲的话呢 反而我在造的是说什么是 虽然看起来好像在介绍法 实际上是什么是造作 流转在三二道的眼 只是借名于法而去做的 所以每一次为什么我们说 大家如果看到我们上法座的时候 都会谈指 就是说什么要禁呢 说的是 禁刚禁的最后那一句话 就是说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淫 如落意如电 应作如是观 就是说 这种只是观像这样子的话呢 也没什么好眷恋的 这也都是在 虽然是这样 特别是我想说也是在跟大家介绍法的话呢 从来没有想说是好像我跟大家 教诫 我们是一起努力的 在这边一起学习的 有一个在一起努力上 只是我把 有可能我多一点点的经验 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按宣说 或者大家有什么的疑惑 我们在一起的讨论那样子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也主要是说什么 就是说 纵使是称之为革系也好 善知识也好 修行者来讲也好 如果他没有办法舍弃 只为今生的眷恋 今生的贪着来讲的话呢 你修的再大的法 再什么样的来讲的话呢 都未必可以断除 说往三恶道的 更不用说断除往轮回的因啊 同样阿里加尊者也有一个 他说 有一个主持人叫 恩阿里瓦 恩阿里瓦的 他说 如果我们做的这一个 所修的这些的法呢 不能说 为今生的祈求脱离 反而我所做的一切的法 像我们刚刚解释的 我说法也好 我听闻也好 或者我说我闭关也好 如果只是为今生而做来讲的话呢 这一切都是什么 反而是在培养 慢心 贪心 撑心 嫉妒 的轮回婴儿 只是这样子而已的 如果 想要 来讲的话呢 这个说 我们虽然想要修法 但是如果没有舍去今生心 虽然去修法 跟说我去造恶 去堕入三恶道呢 一模一样 一点差别都没有 他不是说 我们做的 虽然一个是好像在做 在说我在讲法 讲说我说我们的例子 如果我是以一个 好像只是想要欺骗大家 或者说 为了今生的明文立昂 去做这种事情来讲 虽然是好像讲法 看起来是在想法 反而 可是这个动作跟 去做恶业的 去 动作来讲的话 完全是没有差别的 两个都是说什么 是导致堕入三恶道的因 不能说好像我做造作的 这个行为是 好像是外表是法的话 就有什么好处的话 未必然 如果没有 他主要是要讲什么 如果没有办法说 把眼光放长远一点 可以舍弃掉说 只为今生的这个心来讲的话呢 外在所做的这一切的 也都是所谓的 只是另外一种轮回的方法而已 那所以呢 在我们在这边来讲的话 刚刚就是要跟大家 就是说所谓的 在《中安保曼论》 以及《龙苏菩萨的亲友书》 里面的话呢 这边来讲的话 说什么 所谓的世间八法 是什么呢 所谓的世间八法 就是说什么 说爱在于获得职财 不喜欢没获得职财 就是那种 好像获得财富了 喜欢获得财富 不喜欢不获得财富 喜爱于安乐 不喜欢 不喜爱于 没有安乐 喜爱于明文 不喜爱于没有明文 喜欢赞叹 不喜爱于 没有赞叹 当然 我们每一个都喜欢的 我说 谁不喜欢说获得财富 像我财富 谁不喜欢获得安乐 谁不喜欢获得赞赏 谁不喜欢获得安乐呢 或者说明文 我们都有嘛 这边来讲的世间八法的意思 不是这个 不是只是说 这种产生我就不喜欢 我说 本来就应该不喜欢说 人家骂我们 我们应该就不喜欢嘛 谁会喜欢说人家骂我们 谁会喜欢说 苦啊 谁会喜欢说没有明文啊 可是这边所谓的世间八法说什么 是 只是 只是好像说 所有的方面 只是为了这个而去喜爱说 我可以获得 短暂的安乐啊 短暂的赞赏啊 短暂的名誉啊 短暂的来讲 就像说 我们 我觉得以前我也会有这种错 我那时候讲说 像这个世间八法 我说 那不是 应该大家要喜憨啊 所以说 安乐谁不会喜欢 我们不是也都是为了 学法就是为了可以获得安乐嘛 为什么说这是世间八法呢 那我说 我听到尊者给我们的批语 我才知道了 尊者说什么的话 有一次我记得 好像我在场 有一个记者说 那尊者你在这样子的话呢 你喜不喜欢钱啊 那尊者就说 我很喜欢钱啊 我也很喜欢钱 但是呢 他说 我不会变成钱的奴隶啊 我说为什么喜欢钱呢 因为钱我们可以用这个 可以用很多工具啊 我可以做很多的散法啊 我可以用这个来做这个 可是如果我只停留在这个地方 只为这个钱打转的话呢 我为了钱而 它导致我了 所以重量这边的世间八法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谁不会 我说我也喜欢被人家赞赏啊 我也喜欢有好的名誉啊 我也喜欢有享受啊 我也喜欢有安乐啊 可是 可是 如果只是停留在于说 赞赏 只是停留在于好好的 一个今生的名誉 只停留在一个短暂的 现在这种我们眼前的安乐 只停留在于这个来讲的话呢 这是不能说它是一个世间的 真实在修行啊 这都只是为了今生的 世间的一样的 希求了 那 第一个 来想要修行的时候呢 它就要 可以有办法舍弃 就是为了说 只为今生的世间八法去修持了 那 要对这种 可以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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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种世间八法看成平淡的啦 就看成说 这没有什么 那 如何看到 平淡呢 应该它后面就说 葛丹派的修行者 有说要 有所谓的司法才啦 有司法才 他想说我们 下一次 会跟大家介绍这个司法才 蛮重要的一个是说 去对之世间八法的 所以呢 这边所说的 应该来讲的说 不管是所谓的 大师 善知识 修行者 任何一个来讲的话呢 如果 他所讲的法 所修的法 所思维的法 如果是跟着世间八法混淆的呢 混在一起的话呢 这也不能算是一个 所谓的真正的法了啦 那样子 因为为什么呢 来讲的话 这个关键 不是在说这个法有多好 或者这个人的名文有多好 你看我们说 常常是不是说以前来讲的话 我们说 我们找了上司 或者找了司长要说什么呢 他要 又说什么 又有多少的弟子啊 名声有多好啊 或者说什么 他的头衔有多大的话呢 真的来讲的话 这应该都是没有什么太大的 关键啊 应该说他教出来的法 好不好 他这个法有没有跟世间八法 混淆在一起 以前的卡当派大师就有讲说 他说 这个法 是不是大圆满呢 是无益的 是要说 这个人啊 有没有往大圆满的路去走啊 才是重要的 所以同样来讲的话呢 这边所谓的意思说什么 就是说 这边 来讲的修持来讲的话 不能说这个法是 我们所谓大圆满啊 这个法是大手印啊 这个法是什么的 所谓的什么什么 好像殊胜的秘法 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话 是自己要去走这个修行啊 没有 和这个法 也不能跟 所谓的世间八法 混在一起的 因为为什么的话 说 虽然 好像说 这是一个大法呢 可是如果 自己的行为 是凡夫的话 那这个法 也没有任何的帮助 也是这样说什么的话呢 说 我们在修持这个法来讲的话呢 不应该像说 像 鹦鹉般的这样子 在嘴巴说说而已 而是真的要去 付出于行为的 那这边来讲的话 也有一个葛丹派的上司说什么 特别是说什么 我们 要特别小心就是说 我们的心跟这个法来讲的话呢 他说 是连 容许一个人过去的 都不行了 因为 我们自己的心是很狡猾的 你只要容许他有 维系的缝隙来讲的话呢 这个心跟法就会有间隔了 我们要什么的话呢 要把这个心跟法 好像叫我们所谓的 要融在一起 我们常常在讲 经书是不是说 所谓的同体性的 好像没有办法分开来的 一样这样 你只要把说 法是归一边 心是归一边 有这样的细细的 可以容许 一个人这样 塞过去的话呢 那这就是有 有所谓的瑕疵产生了 好 那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我们先讲到这边 就是说 我们如果讲到 大家再思维一下的话 希望说什么 是我们每一次每一次 这样慢慢 讲下去的话呢 大家可以回家去思维 如果思维完毕 我们再回来 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对修出离心的 虽然我自己也没有生起 真实的出离心 可是因为有获得很多的 老师的解释 还有也有在思维出离心的话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 我们互相给说 对出离心的 我把我的经验跟大家讲 大家可以跟我们讲的话呢 这是应该有可能是说 对大家最好的 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介绍的是什么 我们介绍的是说 我们从一子善之士 道前基础 进入到了什么说 应如何引导学徒之次第 应如何引导学徒之次第的时候 可以分为说 应如何引导出离心 应如何引导菩提心 应如何引导空振剑 在应如何引导出离心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分出说 生起出离心的原因 如何生起出离心 跟生起出离心的量 就是它真实是怎么样 和我们今天是介绍了说 生起出离心的原因 和在生起出离心的方法的话呢 应该是说 它要符合两种方法 才是生起真正的出离心 就是为了要 舍弃今生的眷恋 跟舍弃后世的眷恋 和在舍弃今生的眷恋的时候呢 我们介绍了简单的介绍 所谓的四间八法是什么 和下一次我们介绍 也准备要跟大家说 从四间八法的最好的对峙 或者一般方法是什么 是我们讲说 葛丹的施法财 葛丹施法财 和所谓的葛丹施法财 是什么的话呢 我们应该 我先简单 它有一个施法财 它有叫四一三金刚 跟初入的 有一个叫四一 四种的一子 四种一子 三种金刚不动摇 三种的不动摇 金刚不动摇的意思 和有一个所谓的 如果可以的话呢 这要是什么 以四种的一子 三种的金刚 要什么 从一个地方 我们要从一个地方出离 要舍弃一个地方 要进入一个地方 所以它要出 入 如果可以这样出一个地方 入一个地方的话 它会得到一个果位的 它可以获得一个这样 所以它是说 四种一子 三种金刚不动摇 跟可以所谓的出入的 加起来十个吗 还有我们下个礼拜会 介绍这种 葛丹派的施法禅了 还有我说 这也是我们 如果在六月份 我们不是跟大家说 我们想要说 再做一个闭关的话呢 大家最好的去思维 虽然那一天 我们会坐着啊 或者持咒啊 或者是拜佛的话 最好的思维就是说什么 就是在这个三主要道 处理心 菩提心控制 就是最好最好的思维 因为为什么 从经验上面 短暂来讲也好 以宗大师的一生来讲也好的话 这个是他的最 简单 或者最恶要的 把道次第来解释完 因为这是宗大师在 晚年的时候 写书的三主要道 是他在已经写完了 普吉道次第广论 普吉道次第略论之后 而普吉道次第射诵 而总结出来的一个 用三主要道去简短 因为他的 以历史来讲的话 他的大地只要去远方嘛 他说 给我一个简单的教授 可以来讲 这是宗大师以他的书信 写过去的话 简单的让他把整个道次第来讲 所以我们要在修辞的时候啊 不管我们是静坐也好 拜佛也好 持咒来讲也好 虽然嘴巴上 就像他今天讲的 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可是最主要是要好好的修法嘛 外在是比较好 他配合是内心在思维 出离心 菩提心 空人间的话呢 我们外在做怎么样的话呢 这都是一个辅助 与修持这个方便 好 那我们这个礼拜先讲到这边 好 大家请回向 愿消三藏诸烦恼 得合智慧 真明了 普愿罪障 稀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 唐 好 好